暗发了 都一窝蜂的上折子 事后诸葛亮 表面上看都是冲诺民的 暗地里都是冲着阵来的 我也在想这件事 举朝上下 怎么就没有一个人 再事先给皇上提个讯 可见 卧室难遇 人才难得呀 不过在这个时候 要是孤先生在的话 陈碧书票吧 没有别的意思 陈碧只是想说 皇上似乎应该着手发现 奔养一批财俊之士 现在能用的人 有用的人 真是太少了 别急皇上 等春为恩可以开 我觉得我们应该能够发现一批人才 我们大清国有人哪 康熙四十二年以后 科长考题屡屡泄漏 真是不可思议呀 这是金科的考题 是朕亲自手出 亲自密封 拆不拆看有你们 你们要记住朕刚才说的话 真正为国家 选几个像样的人才 想买功名吗 什么价啊 一百两 我怎么听说是七十两 那是三个人同时买一件 我只出七十两 不卖就算了 你爽快我也乐意 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荒呢 这一次恩科考试 主考是张忠堂的弟弟张庭路 副主考是内阁士读学士李福 张庭路是八爷举荐的 李福是张忠堂举荐的 封存在店里的金柜里 为什么会全部泄露在市井之中 买卖于酒楼之上 你是说 这考题在没有下来之前 就已经泄露了 如此说来 这件事情与我们无关 但这考题究竟是 如何泄露出去的呢 难道是皇上身边的人 若真是这样 只怕牵练出天皇贵宗 皇子皇宗也未必可止 我们这里掀了出去 立时就会震惊朝野 牵动全局 要是抓不到真正的罪犯 这顶纲的首先就是你我两个 张大人的意思是 继续考 不行 国家轮才大典 出了这般骇人听闻的弊情 如果你我隐瞒不报 就是七军勿国 俊磊 我都为你好 你却反而来逼我 你的这些考题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你说是买的 那卖考题的人在哪儿 要说有嫌疑 你就是第一个有嫌疑的人 你说你要奏报朝廷 你尽管奏报好了 我也会递折子上去的 但是第一个餐的人 那就是你 那好 咱们就同时写奏账 但现在要立即停考 反令 各考棚考生 立即停考 禅意号兵 立刻出动 马上包围伯伦楼 连九楼的人 一提提提纳号审 这 谁都不许动 这里的主考是我 李福 你专业层拔护 你不只是一次了 我告诉你 你什么时候能当上的正主考 你再来发号施令吧 听我的 第三场考题 即刻下马 考试 照成进行 既然如此 我走 站住 你身为官身 因为朝廷能拆 想走就走 那好 我就不要这个官身 辞掉这个拆许 糟了王剑 三道考题 完全一样 最可恶 也是最可疑的事 张廷禄 居然千方百计的隐瞒不报 你去找一个人 谁 李温 李温 还讲 收起你的名词百搏吧 这件事 只有他能帮你去办 才能带王剑那 过关 志气仓促 请你带着清兵 即刻前去 拿人搜赃 李大人 我觉得 你的想法不对啊 要搜证据 只有一个地方 你是说 考场 没错 有卖的就有买的 买了干什么 必定是先做好了 进去照抄啊 把那些兔崽子们都叫起来 抄家伙 跟着老子王 拿人家 你带着老子王 我先来 你带我